哨声吹响 比赛开始 腾讯体育为你带来的2021年 中国足铁杯正赛第二轮 山东泰山对青岛青春岛的较量 今天因为532的阵型 它在边路两一位 它等于少 就相当于碰上423要对 看这个机会 打透了 传回去 被铲掉了 这个球可能它人很多 但是它每个人可能互相之间 有一个这个犹豫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在底线之前本球传过来 但是被天勇把球解围了 脚球的机会 前点凑一下再打 还有机会吗 继续 松龙奔出来 段浪于再传 这一脚传中高度不够 五进去 先看这次定位球正正 好球 无线球打进 直接打进 这一出脚就感觉手有 青岛青春岛的守门 尹德佩只能是目送批球入网 就觉得这对他来说 是很容易的事 哇 太棒了 弧度角度力量 这个球 这就是任何手边来可能很大图示 这对于泰山队来说 后面比赛相对容易很多了 对 其实他在场上现在的球员 就算国家队 哎 看这次机会 啊 很有经验 这是谁 松龙这个球非常有经验 先要位置 还是汪桐 左甲起 好球 其实高超的也缺少高度 好球 看就这种机会就非常好 端柳鱼自己射门 通过中场的渗透一脚传球 你才有机会打透对方的这种防线 嗯 看这个球 六军帅给上来 边路是谁垫了这一脚 这个一脚球给的很好 老清水岛关系在担心什么呢 嗯 放开一搏嘛 对吧 在担心这个被打花了 从上半场这个场面来看 想花也难 本位打脚远射 又一次射证 但是没有什么威胁 然后自己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比如我以前可能上一队的时候 身体差一些 看这次机会 好球 这个是个好机会呀 这是看的 下一步 下一步好球 左边空了一脚 啊 这是体验可以 过来端柳鱼打滚 啊 你的配扑了一下 球还在进去里头 端柳鱼继续 端柳鱼扣过来 倒队 还有黄冲 黄冲打吧 鱼了 青岛青春岛的这种体能的下降 我感觉 更多的这个高位逼抢 泰山会 更多的高位逼抢 创造出了很多 这如果一脚 那可能 端柳鱼射门的这种空间 然后时间就更好一些 这次进攻的全过程 我觉得刘洋处理球处理得很好 海龙去后点 结果是前点 蹭回来门前 后点还有机会 果然是后点离海龙 但是车里在反馈 这个角球是这么设计的吗 还是没发起来 嗯 像是设计的 还是很有想法的 这个大成功了 好球空了 李海龙 这次可以右脚传 右脚传 进来 青岛队的这个青岛海牛呢 现在也是可以源源不关的 有人 成员 这个是好球 射手就是射手 之前刘洋在这的时候 高空球也好 地面球也好 基本上很难说 能够打出威胁来 但是成员上来以后 真是不一样 你看这是打前锋的 他能解决问题 是吧 而且这个球 田勇 这个 这个不应该啊 这个后卫 其实这个球 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田勇站得太靠前了 还有机会 好球 哎呀 坐了球车了 田馨 田馨 自己来吧 可以打了 挡了一下 又进了 3比0 第二个球 确实非常关键 第二个球 真正打开胜利之门 后面的进球 现在源源不断了 而且青岛精神长 现在体能下降 太明显了 所有的球员 有的时候 赌博式防守了 扣过来以后 李凯已经回到这个位置了 但是已经做不了 防守动作了 就背上这么一挡 这个队呢 也比较年轻 2007年成立以后呢 一直在踢 后来很 2019年才开始 踢中冠 能在组织杯上 走到这么远的地方 也是值得 向他们送上掌声 这样呢 全场比赛就已经 全部结束了 山东泰山呢 在这场比赛当中 3比0战胜了青岛 青春岛